記者現在位於日本東京木黑美術館 由東京香港人共同戰線舉辦了 讓我們容忍似水的展覽 旨在讓更多人瞭解香港人為了爭取民主自由 而表現出的堅強和勇氣 同時希望日本各界對近日香港不斷發生的 對民主人士的迫害給予高度關注和譴責 一把把撐起的雨傘 還遺留下當年反送中運動中阻擋催淚瓦斯 和水炮發射藍色液體後的痕跡 一張張便利貼表達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 和對民主的訴求 就連標誌著民主自由象徵的自由女神的頭像 都從香港搬到了現場 讓參觀者彷彿置身於去年的香港街頭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李小龙的名言Be Water 成为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抗争精神和战略 像水一样可以变换各种形式 却难以斩断 去把这个事情去全员去全世界 然后从这个全世界压力之下 把那个共产党倒台吧 我觉得就是也是没有共产党之下的未来 才是一个有光明的未来吧 香港的民主运动并没有熄灭 香港人的坚强和勇气 会照亮未来的民主之路 新唐人记者文宣日本东京报道